阴浪太强不晃 会被撞到地上 好好笑 好难听啊 很失败 鬼叫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听的吗 华众取宠 雷人取神 在我心目中就跟芙蓉姐姐和凤姐是一个档次的人 千万不能吐槽叶老师 你这吐的水平太低了 你有什么资格请他 懒得理你 我都不知道叶璇是这么幼稚 不就牛吗 他就拿嘴皮子的工作 因为是刘富秀 在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组新闻 让我兴奋不已 但是又有一些小小的失望 因为我是已婚人士 这条新闻对中国的未婚男青年 绝对是一条福音 在一个地方叫白俄罗斯 最大的特产就是美女 特别漂亮的大美女 但是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这个国家的美女都喜欢嫁到国外去 他们国家的扛把子呀 他们国家的总统坐不住了 颁发了一条条令 号召全世界的男青年 到白俄罗斯入坠 当上门女婿 不要车 不要房 还给各种各样的创业优惠条件 各位 有未婚男青年的 抓紧时间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我看你做得挺稳的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郭亮最近又单身了 什么叫又单身了吧 我们郭亮啊 人愁嘴不甜 长得科砍还没钱 你这不是说你自己的吗 这是 我不当那个上门女婿去 这姓都不姓我姓 再说这文化差异的 我不信 你甭忽悠我 思想太成就 你就是不为自己考虑考虑 是不是也为你的子孙后代考虑考虑 各位看一看 长成什么样 太黑了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白天录像呢 因为晚上根本逮不住她 你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但是您琢磨琢磨 你要找一个外国媳妇 尤其是白俄罗斯的 那姑娘长得太漂亮 大眼睛 毛眼睛 眼睛毛 眼睛毛 咔咔咔咔的闪啊 哎呦 大波浪 人家那皮肤啊 我见过两回啊 就跟那刚煮熟那鸡蛋 剥了瓶 放到面粉里滚一圈 拿露水那么一滴 就那么白嫩 那个身材啊 前凸后翘 你说你要找一这样的姑娘 再生一孩子 那绝对是漂亮 就我们家孩子 是陕西和河南的混血 都特别漂亮 第一季我们有一个小姑娘 中俄混血 叫Tina 那孩子生下来 刚过百天 就被请去当模特了 从小给自己就挣了奶粉钱了 都不用家里养活 你要生一个混血儿啊 这哪是生一个孩子啊 整个请一财神爷 怎么样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世界上这个婚姻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婆媳关系 你要是娶一个白俄罗斯的媳妇 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拉倒嘛 国外文化跟咱们国内文化也不一样 是不是我们沟通都没法沟通 这就对了 因为你媳妇说的话 你妈听不懂 你妈说的话 她也听不懂 俩人根本无法沟通 怎么吵起来 对吧 那我中间我给她递话啊 刚翻译去了 你脑子是单行道是吧 她说不好 你就直接翻译啊 我告诉你 你得翻着来 比如说你妈妈说啊 这媳妇不像话 天天开着灯啊 不管坐在哪 整个屋子灯都开着 不费电呢 而且我感冒 她不让我吃药 就让我喝白开水 您看我今天 发烧都37度了 愣是不让我打吊瓶去 说是这个低烧 我是杀菌的 烧烧更健康 这不想弄死我吗 尤其你还不太清楚 每天你上班走 你媳妇啊 就躲到那厕所 就不出来了 苗没化眼啊 喷那个外国的花露水 辣得我都眼睛疼 问那衣服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两根鞋带 配个手绢就出去了 前面露着谱子 后面露着钉 这话怎么跟你媳妇说去 实话实说 那就又得找抽了 翻过来说 哎呦 妈说你好啊 知道妈眼神不好 把灯都打开 哎呦妈想找什么 一下就找着了 哎呀而且 妈说你这个会养生 还知道这个天气干燥 老让妈喝白开水 最后我说你会打扮 穿衣服特别有品味 媳妇也高兴了 媳妇也说了啊 哎那个什么嘛 我发现这个妈妈 很单的接触嘛 我找一烤羊串的媳妇 我说白鹅了做话 你也听不懂啊 你给我说说 我也不会啊 你不含意我 这完了我这就 有错我听不就这意思吧 这个妈妈不像话嘛 不要让她给我教这个做饭 每天她告诉我什么 一点点 少许 差不多了 这些计量单位 我根本就听不懂嘛 你这个怎么说去 还得翻着说 妈 媳妇说您特别好 给她教这中国菜 现在她学会了好几道菜了 朋友都说 她这手艺好 哎这不家庭就和谐了吗 找外国媳妇特别的省钱 为什么 娶外国媳妇不用被彩礼 人家没这个习俗 第二呢 不用像咱这结婚 还得买什么叫个三斤嘛 金戒指啊 金镯子啊 金箱子啊 金箱子都不用买 人家没这习惯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全是娶外国媳妇 你都不用随份子 那不成啊 我不给他们随份子 他也不给我随份子啊 那我原来随那份子 我怎么收回来啊 你怎么算这么清楚 你一个钻戒的好几万块钱呢 对不对 我不收奋斗 到时候你给我买钻戒去 大小无所谓 出重的是感觉 而且您看人家国外办婚礼啊 特别的简单 这种模式在中国不可复制 咱们这儿啊 结婚太复杂 相亲 准备彩礼 提亲 定亲 这个领证 拍婚纱 订酒店 办婚宴 办婚礼 一套下来 花钱都不说了 主要是受罪 我每次结婚 不是 我那次结婚呢 整个脱离层皮啊 精疲力尽整个人 中式的婚礼 你按西式那么办不就得了吗 找一个中国媳妇 对啊 按西式婚礼 对啊 那也不行 说到这儿啊 你要找一个外国媳妇 你能结两次婚 我疯了 我结两次婚 我为什么结两次 一次中式离次西式的 收两次份子钱 那我可不可以结三次 中西结合我再办一次 你怎么想这么多呢 那不能收三次份子吗 既然这样啊 作为兄弟呢 我得给你提个醒 好处是很多 问题也不少 因为我身边很多 这个跨国婚姻的 我们邻居那姑娘 就嫁了一个外国人 刚开始啊 那女孩她妈 天天来我们家显摆 坐沙发就不走啊 磕着瓜子 我那女婿好 气派 帅气 而且绅士 一嘚巴就是好几个小时 可是没几天 又跑我们家吐槽来了 我们家的女婿 什么都好 就是忒爱洗澡了 最重要的是 一大早起来洗澡 全家人都等着上厕所呢 她一个人站着这浴室 一洗就是一个多小时啊 她不光洗 她还吹口哨 全家人脸都憋子了 坐沙发都不敢动回 生活习惯的问题 我还有一朋友 一美国人 在北京发展 她就经常给我抱怨 我这个 不是娶了一个中国媳妇啊 我是娶了她们全家啊 每年夏天 她要回美国去度假 自从结了婚之后 美国的家 就被她媳妇家整个霸占了 姥姥姥爷 爷爷奶奶 舅舅妈 姑姑 阿姨阿姨父 侄子 外甥 瞻亲带故的全都来了 住着玩着 这都不算什么 主要是按照他们的习惯 对人家进行了一个大型的改造 比如说 做一些罩子 骑机 电视机 电冰箱 能罩上的都罩上 所有的遥控器 都得套上缩拉袋 刀叉收起来 全换成筷子 各种酱都摆上 什么豆腐乳 豆瓣酱 老干妈 学这行为之后发现 中国人吃饭太神奇了 长腿的除了桌子不吃 什么都吃 长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 什么都吃 美国的那个厨房是开放式的 和餐厅挨着 每次一炒菜 屋里就跟扔了个烟雾弹似 社区的消防队 一个月能来六回 最终要是做好饭之后 他那老丈人 特别爱给介绍 哎哟 知道这道菜是什么吗 口水鸡 什么是口水 就是哈喇子 拿哈喇子做的鸡 当然这是开个小玩笑 就是说你吃这个鸡能留下哈喇子 看这个 口条 什么是口条 通俗一点吧 就是舌头 猪的舌头 这是一个味觉器官 里面有很多这个味觉神经 游戏上面有味蕾 密密麻麻的小疙瘩 密密麻麻的小疙瘩 猪的舌头 放在你的嘴里头 还这么一咀嚼 味道好极了 当然 这个都不是我重点推荐的 尝一尝这个 这个是什么 红烧肥肠 大肠啊 猪的大肠 来吃一口 加起来吃一口 味道不错 你知道味道为什么不错吗 因为新鲜 这是你妈妈专门到屠宰场 看着宰猪一刀捧下去 直接拽出来 端着喷着就端回来了 直接下锅就炒 红烧肥肠要做的香 一定不能洗得太干净 听完之后啊 一口没吃 昨天的都吐了 但是啊 这还不是最让她接受不了的 她最接受不了的 是没有隐私 你想啊 兴婚燕儿 亲亲我我 甘柴烈火 有时候想在卧室当中 交流一下 两口子的感情 情绪刚上来 自妞 门就开了 也不敲门 夹着被子 呦 下两口 聊天呢 来 夹床被子啊 天冷了 两个都懵了 也不管 拉着门走了 情绪都没了呀 又得重新的酝酿 情绪刚酝酿上来 自妞 天气干燥啊 多喝点水 自妞 她又走了 又得重新酝酿感情 感情刚刚酝酿起来 自妞 晚上你们还想吃点什么呢 一会儿给你们再做点宵夜 行不行 妈妈 我们不吃了 我们不饿 我们要睡觉了 那行吧 那你们休息吧 拉着门 又走了 这姑娘特别不好意思 我这妈太没眼色了 这一会儿进来 一会儿进来 她就主动的 向她这丈夫 表达自己的爱意 两个正准备啊 交流一下的时候 男的说了 稍等 说不定 你妈把一会儿还要进来 问明天早餐吃什么 我们蹬一蹬吧 两人坐这干等 不知不觉 天快亮了 得了吧 直接睡吧 刚躺下 眼睛还没闭上呢 子妞 天快亮了 要吃早餐嘛 您装不装 为什么今天 一直在说跨国婚姻呢 因为今天 我们的嘉宾 也是一位 跨国婚姻者 她的丈夫 是一名 非常有才的 德国音乐人 而她 也因为 一首神曲 火遍 大江南北 接下来 我们就 掌声有请 中国新 艺术 音乐 创始人 龚琳娜 龚琳娜 中国新音乐 艺术创始人 她曾被称为 神曲之母 面对争议 她越错越勇 从忐忑 到罚海 你不懂爱 再到金箍棒 尽管被无数人质疑 但丝毫不影响 她对音乐的追求 是什么力量 让她为之坚持 拥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聆听 龚琳娜的音乐世界 大家好 欢迎欢迎 很多人说 龚老师的这个歌曲 是神曲 后来我就在家研究了 我发现中国的神曲 大致分为三大派 头一派 广场派 就是凤凰传奇啊 筷子兄弟啊 还有一种呢 叫百变派 王荣 唱小鸡 小鸡 小鸡那个 他既能唱这种 洗脑的歌曲 也能唱这种 温情的歌曲 但是我觉得龚老师 黄野派 是发自心底的那种 对人性的呐喊 我之前从一个访谈当中 好像听过 你离开专业团体 是因为在一次演出当中 别人安排您假唱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 思想保守了 那现在 有几个歌手不假唱的 话筒拿到了啊 照样上 当时要坚持假唱 您现在挣了钱 下辈子都花不完 何必就参加那些个 过气明星 真人秀的歌唱节目 没用 不过有一档节目 我觉得您特别适合 蒙面歌王 因为这样 大家就可以 认认真真 仔细地聆听您 美妙的歌声 而不用去纠结您的 复杂的表情了 您像有个演员 叫周杰吧 环珠格格 八十几 他才一共凑齐了 一组表情包 龚老师 五分钟的歌 二十多组表情包 介绍完我们龚老师 我得介绍一下 我们在座的各位 挨着您的夜选 每期都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的话题 而且现在 我是他的半个经纪人 所以说有一些 对他的吐槽呢 都跑到我的微博 下面来了 十帅 人如其名 上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抱以了 热烈的掌声和尖叫 尤其是小姑娘 今天新加入的 黄阳老师 给很多人 写过很多的歌曲 也给好莱坞的 大片写过歌曲 还当过 很多大型节目的 音乐总监 我专门问他昨天 您对龚老师的歌 怎么看 他那歌唱着 就跟闹着玩似的 陈兰 著名作家 以激烈的言辞 和犀利的评论 著称 我们一般称 这种人叫 蹭头条的 过来 从苗富秀的 第一集开始 就一直待在 一直待在这里 每天绝对是 第一个到片场 晚上 最后一个走 我特别感动 你说我们苗富秀的 劳务费也不是太高 这么拼 后来我仔细地 跟制片讨论了一下 那明白了 他们是跟着饭点来的 一天三顿饭 走的晚还有宵夜 哥俩一天吃我们八顿饭 那么我们就从最勤奋的 国阳国亮开始 今天我们来吐槽一个歌手 对呀 我就喜欢吐槽歌手 特别好 因为首先来讲我 就特别喜欢唱歌小时候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都管我 叫这个中华曲库 中华曲库 今天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想听歌的 我先点什么歌 我给你们唱一首 劫力天下 看人家这个歌 是是是 不不会 不会 不会你让我 都不知道那几个字怎么写 你再换一个点 坦克呀 坦克 那是人唱的吗 哎呀 我跟你说啊 你别胡说八道 好不好 你看那坐的谁啊 宫林娜老师啊 什么娜姐嘛 对呀 又上这吓唬人来了 什么呀 什么叫上这吓唬人了呀 上这雷人来了 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各位 娜姐这声音太可怕了 我是农村的孩子 我每次下班回家 路过坟地的时候 我都放着他那首忐忑 因为我知道 只要鬼听到他的声音 都不敢出来了 哎呦哈 忐忑这首歌 非常的好学 是吗 哎呀 只要掌握三点 哪三点 就能学会这歌 哦 对眼 表情 听着太难 你举个例子 这对眼开始了 哎呀呀呀哟 哎呀呀呀哟 哎呀哟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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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长得太帅了 我必须要让长得帅的人寒碜寒碜 好的 让他来上门了 我嫉妒他 来 试试 就在这儿走了 记住三点啊 开始 谢谢 我给你提个小小的意见 以后再说让帅的人寒碜寒碜 不要男为人嘉宾直接找我就行 你不用唱就已经很寒碜了 对对 我跟您说 有一次啊 我听娜姐的这个忐忑 我在家政看着电视呢 我不小心我碰了一下遥控器 碰什么了 静音 哎呀妈 就剩表情了 就这么着 该给我妈进来了 这姑娘得了啥病呢 抽成这样的 我跟你们说啊 其实忐忑呢在我们心里来说 算是很成功了 对 对不对 而且很多场合啊都起了很多的作用 午休的时候 老板给员工们放忐忑这首歌 让大家放松 最后员工们建议 取消午休 商场马上要关门 一定要放忐忑 因为清场效果非常好 哎我跟你说啊 你刚才这个听不听他们说 娜姐曾经老说假唱 你是不是特别痛恨这个假唱 我跟你说啊各位 我最痛恨的就是假唱 为什么呀 饶着假唱 你还收人的钱 多客气 是挣不少 我跟你说 我曾经就因为他们这假唱 我自己都想过 我说相声 我也假说 我上龙云棚录好了 然后我上现场我演的了 是 最后来演完了以后啊 感觉不行 为什么呀 假说呀 比真说还累呢 那可不 但是实话是说 您就想我们这相声演员 多不容易 相声演员不容易 你跟在座的各位说说 你来苗甫秀录制 录这一期给你多少钱 别别别说这个 没事你说说 我就想寒陈寒陈 这个苗甫秀这节目组 别别别别 没事说了 录这一期给你多少钱 没多少钱 都给我三百块钱 给你那么多呢 咱俩不一样 我跟你说 待会我得找你啊 你跟我应得过来 我让你别提别提 你提这个干嘛 再说说那些啊 坦特之后又出了一首 发海里不懂爱 对啊 我听了第一遍的时候 我以为我的耳朵坏了呢 那然后呢 我就听了第二遍 第二遍呢 还不如第一遍呢 所以说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网友还会说 喜欢这首歌曲 那姐我问问您 是不是您花钱雇的 这些网友啊 所以我觉得 发海你不懂爱这首歌 旋律过于简单 哦 还有这个歌词 过于幼稚 我给大家念两句啊 发海你不懂爱 雷锋塔会掉下来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爱 你不想让我们幸福吗 这什么玩意儿 我根本我就不明白 我觉得这水平啊 是幼儿园小班的水平 那我觉得这个比那个金箍棒 是不是还好点 还强点呢 那家伙更雷人 扮演孙悟空 那不美猴嘛 那是美猴嘛 那就是妖猴 哎哟 我觉得人类已经无法阻止他发疯了是吧 对啊 哥我问你 啊 宗悟空脑袋上带那孤 叫什么孤 我这儿 头头孤 我觉得啊 娜姐的这首金箍棒 跟这笑话一模一样 谢谢 娜姐可能不太了解他们俩 他们俩因为当年呢 想冲击歌唱界失败了 所以说呢 好像对歌唱表演艺术家有一种 愿念 但今天我们这里边有跟音乐非常有缘的 而且是音乐做的特别的牛 那天有人跟我说是请黄阳 我吓了一跳 我说复旦这案子结了呀 后来一查 让我非常震惊的是 中国给好莱坞写歌的人真不多 他是佼佼者 老话说的好 同行见不得同行 来有请这位同行 大家好 我是黄阳 在我开始以前呢 我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啊 因为特别的严肃 专业的身份在这里 我得先鞠个功啊 曾经在某一档节目里面呢 咱们的龚老师唱过一首歌曲 爱情不能买 他将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 全部都放在了这首歌里面 展现了十几种不同的音乐风格 看完了以后呢 所有的网友都在下面说 这简直就是一出音乐剧 我站在一个音乐的立场 我觉得 这应该是一出音乐的喜剧 你俩别笑了 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个梗 我能明白 你俩的相声 还不如龚老师的歌呢 刘老师你也别笑 你还不如他俩 六年前 有首歌突然让我们认识了 今天我们的主要的来宾 这首歌叫《忐忑》 唱完这首歌以后呢 我是觉得龚老师可能觉得 大家不是太理解他 所以呢 他又继续出了另外首歌叫 《法海你不懂爱》 当然也没有被理解 所以一怒之下 就有了金箍棒 今天在这边 恳请一下各位的观众 你们快点理解一下龚老师 别让他再唱下去 龚老师出了自己的书 书的名字呢叫《走自己的路》 看完这个书名啊 我就觉得我基本上无路可走 书中呢就记录到说 万人的现场 我们通常歌手 会为了保障最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会做一件事 假唱 龚老师 假唱完了以后呢 特别的难受 所以回到酒店呢 就淘淘大哭了一场 作为音乐人我特别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你把歌写那么难 这个口型对不上也挺正常 很多歌手在有了名气以后呢 就会停止对自己专业的一个更新 但咱们的龚老师并没有 不停地在巩固自己的专业 不停地update自己的整个状态 我觉得对于艺人来讲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单是在音乐上 可以有更大的发展 甚至可以转行到影视的行业 以这种怪异的风格这样下去的话 我觉得很快就会拍到人生第一步恐怖片 当然了我觉得音乐是非常有包容性的 我们作为流行音乐市场的专业人士来讲 我们并不排斥任何一种试验性音乐 不过呢在古典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很多古典派的老艺术家 他们听完忐忑以后 恨不得就打了个120 比较奇怪的是 歌手反而很少有模仿坦特的 相对模仿坦特更多的是演员 大家更愿意看龚老师的表演 对不对 他觉得非常有挑战的难度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不是呼吁一下说 中戏 北电 将坦特这首歌的表演 作为入学考试的专业考题 为我们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影视人才 做出巨大的贡献 理论上我是觉得说 我可以包容更多更强的音乐风格 所以我觉得坦特在我的规则里面 还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刚刚大家一直在讲说 金箍棒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们的这种中国的元素 再融入一些更流行更潮流的东西 这可能就是龚老师之下来 需要去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 那我大概想一想说 能不能比如说大概就是 金箍棒 我跟郭老师的歌呢 为我们的和谐社会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试想一下 月黑风高的晚上 一个巨大的广场 这个时候有一百来 广场舞大妈跳广场舞 咱们的背景音乐呢 是著名的忐忑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大爷 就从旁边溜过 突然间瞬间就倒地了 大妈就跑过来 大爷大爷你怎么了 大爷起来 他开始身上的尘土 阴浪太强 毒荒会被撞到地上 阴浪太强 毒荒会被撞到地上 阴浪太强 不过会被撞到地上 谢谢 果不其然啊 相同的艺术当中 能够找到我们 别的界别的人 都找不到的 那些死死入扣的 更深层的东西 黄阳刚才说的不错 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听 人又帅 见得又多的耻帅 怎么看 来 来 好 欢迎收看苗斧秀 吓我一跳 大家好 我是池帅 今天能来到这个节目呢 我心中特别的忐忑 因为当时 苗斧跟我说的时候 说能不能来上我这个节目 我一看 哎哟 都长这样了 还有节目呢 最令我诧异的 这都地包天了 还是个脱口秀 好吧 非得要让我来 说你不来不行啊 我说为什么呀 我就在这琢磨呀 论演技 有叶玄 论口条 有苗斧 对 密密麻烦的小疙瘩 这我来没什么用啊 他赶紧给我发来的 这些吐槽的成员们 首先给我发来的就是 来自非洲的TWINS组合 获扬获亮 然后就是 前翘后秃的黄阳老师 再加上自己的照片 哎呀 我这一下子就明白了 原来是让我来啊 提高整个节目组的 平均颜值 过分的自信了 现在我出现了 我觉得整个节目的 平均颜值 可以上升到 黄波尔这个水平了 是不是啊 妙哥 快快快 你说的还是个拍子 我们上KTV点歌的时候呢 都会有自己的B点歌曲 是不是 但是呢 我在KTV的时候 龚琳娜老师的歌 一定是我的B切歌曲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她在唱What What are you saying 那黄阳老师的歌呢 我是绝对不会切的 因为我根本不会找到她的歌 黄老师唱了很多的神曲 但是只有一首歌 可以表达了她的心声 金箍棒 歌唱得特别好听 你跳着大 我牵着马 你一定会要问我 为什么是这首歌 我只能告诉你 发海你不懂爱 泪风塌你掉下来 发海你不懂爱 泪风塌你掉下来 我模仿的不太像啊 论模仿力 也还是要说我们龚老师 因为我曾经看到她 一期这个综艺节目 模仿的是 玛丽联盟录 我这不算什么啊 龚老师模仿的好 模仿的是 惊悚版的玛丽联盟录 2002年的时候呢 龚老师在人生最低落的时候 遇到的她的德国老公老罗 那两个人呢一拍即合 一个人唱歌 一个在旁边打罗 龚老师跟自己的老公呢 特别的恩爱 有一次呢 在微博里边 放出了他们两个人的照片 而且配上了文字 说今天啊 跟老公吵架了 所以要被罚 亲吻五分钟 刚刚亲上的时候 心情实在是太糟糕的 好烦好烦的 亲了两分钟之后呢 觉得好好笑 亲到五分钟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初恋的感觉 心里边热热的无法自拔 哎呀妈呀 当时看到这个时候了 我心里面就出现了那个画面 龚老师在亲她的老公 您老公真的是太爱你了 哎我听说您在家里边 不怎么做家务是吧 所以说家里边上上下下 洗衣布 做饭 打扫 卫生 带孩子 基本上都是老罗一手操办的 我只能说一点 龚老师实在是调教有方 真是有本事 那在教育孩子方面呢 有两点 一个呢是注重想象力 一个呢是积极开发动手能力 我呢听到这个 哎完全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要是没有想象力的话 根本不知道她娘唱的是什么 如果要是没有动手能力的话 也就不会起到龚老师 是这样的优秀女人啊 是不是啊 妙哥 感觉很好 太可爱了啊 不愧是儿童节目出身出身 但她刚才第一句就把我逗乐了 您说龚老师唱歌 老罗打罗 我就忽然想起了一个场景 老爷出门的 我们老说吐槽吐槽 其实就是跟大家一起闹着玩呗 把有些我们平时听不到的话 一起聊出来 您看我们这个叶璇 我这个妹妹 就老是那么的心知口快 今天我看她也早就安耐不住了啊 来热情的掌声 欢迎叶璇 每次来节目之前 节目组都要问我 要吐槽什么点 我今天也埋了一个很深的雷 是节目组都不知道了 你们选错人来吐槽他了 因为我是他的朋友 我们俩认识 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优点和缺点啊 就一点 就是对朋友必须两肋插刀 当然了 为了节目组给我的酬金 插两刀也无所谓啊 我其实很想听黄阳老师说什么 但她说了半天 她就说不出口 难听这两个字 她太委婉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我们的节目 收视率是靠直接 观众要听最真实的声音 就像依娜姐姐唱得再难听 是她真实的表达 观众就喜欢 所以变成这么热烈的 受欢迎的神群 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在朋友家 但我去之前那一天 我真的有想到 他们有说 龚丽娜 在我心目中就跟芙蓉姐姐和凤姐 是一个档次的人 但我必须说 你这个音乐啊 真的是给我们行业带来了很多的笑料 每次我们剧组 也有什么矛盾啊 现场气氛尴尬啊 我们来唱忐忑吧 大家就轻松了这样子 就变成一个笑料 你是想要这个效果呢 还是想要这个观众们喜欢的效果 如果你是为了给观众听 那我必须说这个是很失败 当然了 在市场上还是很成功 只要有人听 总比没人听要好嘛 对不对 喜欢一首鬼叫的歌 鬼叫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听的吗 对不对 但是我也必须实话实说呢 你这个唱歌的这个嘴评啊 还是有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就是说音域的很宽广啊 声音很雄厚啊 但这个旋律的这个突兀啊 就是结合也不是说乱结合的 是因为亚俗共赏的歌做不来 才做这个突围而出呢 还是说你们都听不懂 我是取高和寡 这个我就很纳闷 像我们演戏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演员 他以为没表情就是会演戏 其实呢 要那种很有经验 很有艺术造诣的演员 他们貌似没表情 但他的眼神和气息里是很有戏的 陈道明老师演的那个没表情 和某某年轻演员演的没表情 不是一回事 你是不是真的在乱唱 还是说你这个是陈道明级别的唱歌 我就想问一下专家 他是属于哪一种 还是就唱着玩 直观感受啊 我今天负责任的用赌上我的专业说这句话 他是非常有唱功 一听就很明确他是专业的 我也很confused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 从我们唱评公司行业来觉得说 可能为了博一些出位 我一直会这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直到我今天在后台跟他有简短的聊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觉得一下子改变了我对宫灵纳这个人的认知 我接触很多很多艺人 他们在台前跟台后是两个状态 你发现他是一个状态 他这个状态呢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比如说我练吉他的时候 我弹爬音 我弹一个音间 你觉得好听吗 不好听 这叫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练十年叫功底 对 他将最好的极致的功底放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经典的练习曲 你觉得巴赫的都是好听吗 可是他有非常强烈的技能在里边 因为他的价值完全高于流行音乐 本身所处在的商业价值 讲完了这个专业之后 我很想讲的是关于您这个婚恋生活 因为我自己从小在美国学习 我就从来没有跟美国男生谈过恋爱 我觉得这种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 女生去跟外国人 这个恋爱结婚是个什么状态 他是不是其实就是来中国吃晚饭的 我实际想问 谢谢 今天在接触到了真正的功耳之后 我发现是另外一种感觉 包括刚才你提到了福龙姐姐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做一个节目 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 他只干一件事 就是梳头 从头输到尾啊 我们那天节目录了四个小时中间没停 我能感觉到他脸已经绿了 但是在我们节目录制的最后 他依旧站在台中间 摆完了他十二个标准动作 接下来请我们的网络热点抓得最好的 陈兰老师 龚老师我们去第二次见面了 在很多年前忐忑特别火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台也见过一次 那时候龚老师和你们家老罗一块来的 刚才上台来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千万不能吐槽叶老师 叶老师会生气的 是这样吗 懒得理你 我说其实叶老师这个没有别的缺点 唯一的缺点就是 人长得太漂亮了 你只要说半天没有在吐槽 没有达到我们节目的效果 说点正经的吧 吐槽嘉宾在这呢 我们连夸来夸去的不是在吐槽 我们的收拾一到你这趴就掉了 赶紧说点认真的 别扯我 果然是不能吐槽叶老师 什么叫敬业 人家做节目组让你做的事 快 加油 话说 现在的明星的都不是靠美上证的 你看凡是长得漂亮 特别标准特别正的 都出不来 什么人出得来 雷人的才出得来 但是呢我们龚老师 他并不是雷人 他自己就是一雷神 这龚老师 我觉得他唱这个孙悟空 是特别合适的 人家唱孙悟空 只是唱而已 他呢天生的是自带表情的72遍 所以呢 能不能请龚老师现场来一点 不如你带着大家吧 我不行 你来模仿一下 你有什么资格请他 你先把你吐槽的这个本事亮出来 人大艺术家才给你亮一首 这叫交手 你这吐的水平太低了 人不屑给你唱 所以让你自己唱 你赶紧自己再加油一下 求你了 咱龚老师吧 虽然说是以雷人的神曲而闻名 你要是认真的听下来 你会听到京剧 你会听到黄梅戏 你会听到江南小调 你还会听到琴腔 你会听到零零种种非常深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音乐的根底是在里边了 但是为什么听起来又那么的辣眼睛呢 它特别像一款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饮料 最难喝但是是最畅销的白花蛇草水 谢谢 陈兰姐非常的温柔啊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 因为说实话我的音乐不太了解 小时候学过一段时间音乐 后来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为什么呢 我们学校那时候成立了一个管乐队 我说老师 我要当萨克斯手 你你一边 你这嘴最多吹个圆号 今天我看到的龚老师 跟我们想象当中不一样的 我们听听龚老师怎么说 我站在这儿给大家说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台子 我喜欢直接跟大家有交流 我从小五岁就站在台上唱歌 音乐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骨子里了 今天我已经听他们说了半天了 他们说得特好 但是不见得唱得好 所以现在我想听他们每个人 给我唱一句 让我感受一下他们的声音 你们想不想听 主持人开始 唱你最拿手的 在我的相声段里面有那么一段 鸳鸯双夕蝶双飞 满缘春色惹人醉 悄悄闻生僧 女儿美不美 女儿而美不美 该你了 我们俩了 行 你俩一块唱了 那俩一块 就唱两三句吧 行 夜半山更悠 寒天蜜 寒冬来月游 寒春风 若要寒得游 梦与来 岭上开遍游 云山风 我没想到你俩还能唱和声 这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吧 我告诉你唱的绝对比忐忑 这个神曲你们听一下 是我们自创的 叫做多拉之歌 是我们说的流浪狗 非常的温情温暖 开始了 你为啥长得像你妈 你鼓大呀 眼睛红呀 还有个大尾巴 你为啥长得像你爸 每天早上不肯起床 还要妈妈打你呀 自己作曲 不是自己作曲 我对音乐的理念差到 就是我听过都不知道那什么歌 所以这剽窃了曲子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叶璇是这么幼稚的 幼稚是爱你本事 一个直帅拜个吧 你也这样吗 我猜直帅肯定唱得不错 他是专业表演学校的 肯定唱得好 那我现在就献丑 唱一个我小时候唱的民族歌曲 五苏里江水长又长 懒懒地江水起波浪 好 可以 我觉得你这是美声唱法 我觉得 你快些吧 非洲来的twins 你住嘴 你唱忐忑是有潜力的 有人说你唱得认真 就是不好听的意思 对对 听得出来 那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仨真的唱得非常专业 这唱歌最重要的是什么 气息 气 对 所以我想现在带着大家一起练练气 你们跟着我一起好不好 好好好 起立吧 都说气成丹田 丹田一个拳头在你的肚脐 一个拳头以下在这个位置 你感觉你的嘴就长在这儿 这声音是从这儿发出来的 然后声音往地上砸 很脏吧 这 别想那么多 预备 走 对 找这感觉 找到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 我不停 你们不停 准备 开始 我每天就这样练气练十分钟 你把气练好了 你做人那气场都不一样 隔壁邻居怎么说了 你可以小声也可以大声 平时开车的时候堵车了吗 塞车 你就 发泄一下 对 你的气都会通 对身体也特别好 好 谢谢各位配合 所以任何事情都要有基础 第二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用上我们的声音来表达情感呢 刚才你说到那个《雪色浪漫》里 那边陕北民歌呢有一首《走西口》 我在《走西口》里面啊 就用了一种刮心的唱法 刮心 刮心 就是说声音啊 从心口这往下刮 要刮得特别疼 因为《走西口》是相爱的人 他们要离别的时候唱的歌 所以你唱出这个《走西口》 这首歌就要刮心 刮着它走向刮那土豆皮似的 所以你们吸气的时候有点倒抽 来试一下 真的 再来 这不是笑啊 这是难过 这是心颤的感觉 真的是要用心唱 你唱出来的那个音乐才会感动人 那么再说说这技巧 很多人都会说技巧 最重要的是高音 你看那个美声唱法 啊 我的太阳 这种高音呢 它要全部的共鸣腔都开 但是我们中国在云南 一族有一种非常高的高音 你们看看这种高音是怎么来的啊 它听了什么 它模仿了什么 是 鸟吧 鸟 对 树林里好多鸟嘛 啊 啊 啊 就这样叫的 人声就要模仿鸟声 然后它就发出那种特别高的声音 所以啊 我最近发现 如果你要练好高音 你可以学习公鸡叫 这是最方便的办法 那不叫勾勾勾吗 鸟肤怎么叫勾勾勾 明年就是11年了吧 我想听听每一个人 你们怎么模仿公鸡叫 我试试啊 明年是我本明年 我初级的 明年我24岁嘛 我说48也不合适 不长不长 行不行 来 你教育 来 你教育 你 好 那一听就是公里的机 对 其实看高音啊没那么难 对对对 刚才谁说来着说忐忑最大的特色 是没词对吧 对 我说的 这个不是忐忑最大的特色 有很多国外的歌也没词 对对对 最大的特色在我的演唱方面啊 我用了花旦 老旦 精英 我从这个中国戏曲不同的行当里面 把他们的声音 然后把他们的表演 全部都放在了这首歌里 我就成为不同的角色互相的转换 那那些角色都对眼儿 你不纠结这个 因为你难免专注的时候 可能眼儿就会对着 丽娜姐姐是唱功非常的卓绝 只是在表演上没有那样的控制自己 就整个撒开去了 我觉得中国的戏曲不用去控制 那个感觉是最好的 棺木是有的 没有对眼儿 那么刚才你们说 你们经常都学忐忑对吧 我想听听这边的人 你们怎么唱忐忑呢 我下来吧 对 你们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他在唱的时候 他更重视的是他的外在 而不是他声音 每一个音的到位 我是非常慢来练 就这一句一百遍 唱熟了之后 在中速 再唱一百遍 然后唱到 你完全有把握了 你再快 这首歌 我唱了四年 我都不知道练了多少遍 所以才有后来 大家说它是神曲 其实这个神的背后 是很多很多的功夫 我就觉得现在的很多选秀节目 很多歌手 很容易就一夜间走红了 那么走红以后 每一个歌手 其实应该坚持练习 在没有出名之前 都唱得很好 出名以后就去做大明星了 不再练基本功了 所以大家也就没有再听到更棒的歌 因为我认识它 叶璇因为我认识它 我不喜欢大家提到的点 是说我老公 唱歌我一辈子都会这样练下去 我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名利 也不是为了大家是不是理解我 我只需要把歌的灵魂唱出来 那么再来讲讲我亲爱的老罗 老罗是二十多年前 他就来到上海音乐学院 开始学古琴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立志说 他要做一名中国的作曲家 他想把中国音乐传到世界 让世界上的人爱上中国音乐 你说这这么一个男人 能不让我爱吗 真的 我们俩的爱 不是那种小情小调过家家的 是有一种理想 共同对中国音乐的追求 就有那种志同道合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我俩都是手牵着手 说我们要为中国音乐 把中国音乐的地位提高 让全世界的华人 都爱上我们的音乐 我非常的非常的激动 刚才龚老师在讲记忆当中 为我们讲述他人生的追求 和他对艺术的梦想 我觉得这就是 以记传神 以意祝梦 这个记忆当中不光有生活 我觉得最多的是 一起铸造的 一生要走的那条路 再一次感谢龚老师 这是一个很轻松 很愉快的词 没有什么可怕的 龚琳娜老师的歌 一定是我的 逆缺歌曲 你怎么唱 逆选因为我认识他 他在我心目中 就跟芙蓉姐姐 是一个打扫的人 能不能等人吗 老罗 他是不是其实就是 来中国吃晚饭 我不喜欢给他提到的 点词说我老跟 因为我不会听过音乐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华众许丑 雷人许深 其实对我来说 歌是第一种 我最最心于 就是把我自己 放到音乐当中